現在我們再把這個 路徑的部分加上光暈 那你就會看到 像我們在這裡做到的效果 有沒有這樣 那個筆記會有點亮亮的 對不對 這個部分跟會在 Photoshop 一樣 因為 Photoshop 我們有一個 塗層樣式是不是叫做光暈 所以 AE 當然也會有 所以我們找找看來 先點到他 找到這個 這個路徑在這裡 第二層 對不對 好找到他 我們看一下那個位置在哪裡 Effect 濾鏡裡面 Stylize Grow 所以 我找到 Effect Stylize Grow G開頭 這個就是所謂的光暈 在這邊 你按下去之後應該就會看到效果了 有沒有點發光 這個參數 其實都跟各位在風向英文一樣 只猜一下它是英文的 只猜一下它是英文的 所以 你如果說有需要 讓它的光暈的強度強一點 然後 半徑 開一點 有沒有都一樣 對不對 這邊都是相同的 那至於說你要用什麼顏色啦 這當然你可以自己選擇 好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 那麼你在寫字的過程 有沒有就亮亮了 這樣可以嗎 後來之後呢 你有了這樣的概念 那你的底圖 可不可以把它放進來 這一個方向的底圖 這是那個之前的話 我覺得 等一下去 底圖就得放進去啦 底圖放進來 加外框 加筆畫怎麼加 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像Photoshop一樣 圖成樣式 這個我好像沒有寫在 學習重點裡面 好 等一下再補進來好了 但是呢 事實上是一樣的 我點到這一張 到特效裡面 Generate 產生裡面 比如叫Stroke 因為這個濾鏡其實是在 我們 另外的那個 範例裡面 會用到 叫Stroke 這就是 中文翻作 筆畫 按下去 好不夠大 幫你變大一點 這裡 這裡 Stroke 不是Stroke 抱歉 是另外一個 來抱歉這邊更正一下 我們用那個圖成樣式就有了 不需要用到特效 到Layer裡面的 Layer style 因為他裡面就有一個叫Stroke 有沒有 這個就有了 跟Photoshop一樣 所以呢我把這個Stroke打開 預設是紅色的 把它換成白色的 然後呢他的筆刷大小 是可以變大 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那你 那個 圓角的話 我記得 他可以順便 就那個 這裡 預設是Outside 我把它換成Inside 那個角就是 變了在裡面 這樣就不會感覺起來 好所以 像這樣子你就可以有一個 這樣的效果 這樣 了解 那如果呢 你希望他 能夠有3D的感覺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是還沒有交到 還沒有交到 那 這裡呢 我先 偷偷做一下 我把這個 變成3D的 按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我 上面這裡 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就可以來這邊做一個旋轉 把我們這個 放下去囉 轉下去 有沒有 當然我也可以加上攝影機 看你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就有一個透視的效果 有一個透視的效果 那麼 如果你要更逼人一點 我們可以再把英影加進來 這樣就會有 寫字 又會產生什麼 影子 比如說你看這個筆的影子 是不是在這裡 會像這樣子 但是這個沒關係 因為 我想我們這個重點 還是把它擺在 就是我們的 就是 筆記 要怎麼寫出來 至於3D的部分 我們就要先 暫時 不介紹 免得你覺得 這樣變得太複雜